台上師傅倡導愛護生命不殺生 中科福美麗和台灣藍燈功德會 攜手辦公餐 用蔬食與阿公阿嬤結緣 分享吃素的美好 便當打開 少了大魚大肉 照樣吃的津津有味 與鄰居好友共享美味 長輩好開心 這個公餐就是給高齡的老人家 走出家庭 參與這個公共的一個領域 讓老人家的心情會比較愉快 好好的把後半生來過完 在過去從來沒有 自從這個位旅長 當於旅長以後 這個他很熱心的 替這個公家做事情 非常非常的難得 中科福美麗每次辦公餐 總是吸引近200位長輩一同參與 現場作無虛席 中國區長柯慶忠 特地前來鼓勵里長和志工 感謝大家對環境的用心經營 里長曾經會表示 看到這麼多鄉親朋友 喜歡來參加共餐 他也決定一個月共餐兩次 來照顧里內這群可愛的老寶貝 從今年開始 那我們有每個月的一次共餐 然後轉換成一個月會兩次 那當然這個活動 我們會用不同的方式 就是有時候會給老人家帶遊戲 帶團康遊戲 藉由共餐方式使長輩進入人群 接近團體 進而認識童年齡層的朋友 彼此關懷化加長 是里長最大的目標 也令人期待下次中國福美禮 會舉辦怎樣的活動 讓爺爺奶奶歡喜過生活 中央新聞陳佳芸中和報導